第一季第一集 444号便利店 话说夏冬青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有着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 就是他能看见鬼 也就是阴阳眼 由于这个原因 他从小就受人排挤 是小伙伴眼中的怪物 24岁时 冬青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 可工作太难找 他决定先找个兼职干着 另一边准备着考研 很快 一份来的大学 从来自444号便利店的 一间兼职的工作找到了他 自此夏冬青便开始了 与人鬼的周旋的生活 上班的第一天 白班的同事就告诉他 这里晚上不干净 会闹鬼 这让冬青预感到了不测 到了半夜12点 他一个人空手着便利店 这寂静的氛围 不免让他觉得后背直冒凉 真的会闹鬼吗 就在他小心翼翼的整理货架时 大门的玻璃上 突然出现一双小手 吓得冬青一个冷身 可还没缓过劲 背后又被人猛地拍了一下 他赶紧扭过头 原来是个美女 美女说自己叫王小亚 是来找丢失的男孩 豆豆的 而刚才印在玻璃上的小手 就是豆豆的 接着 小亚把他领进便利店 他说豆豆迷了路 找不到妈妈 自己就从塔街上 把他捡了过来 而且年幼的豆豆 记不清家里的地址 只知道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门口有个牌楼 其他的一概不知 好心的小亚 无可奈何 决定把他送到派出所 最后遭到豆豆的强烈抵触 小亚只好在征得冬青的同意后 陪他在便利店里休息 接着 小亚打开电脑 试着找着豆豆口中 门口有个牌楼的小房子 可一则新闻 把他吓了个半死 说是七天前 在东大街 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个小男孩 被当场撞死 而图片显示的死者 就是豆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豆豆是鬼 两人赶紧回过头 只见豆豆已经消失不见 小亚害怕了 他屏住呼吸四下查找 突然一声 姐姐的叫声传来 豆豆竟拿着帮忙糖再次出现 脸上还带着苍白的微笑 此时的小亚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告诉东青 豆豆说的小房子 一定是骨灰盒 而牌楼就是墓碑 再加上今天是春后的第七天 那今晚就是豆豆的回魂夜 小亚一本正经的解释着 就在这时 便利店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来着就是豆豆的妈妈 豆豆妈责怪儿子 你又乱跑 七天间你差点被车撞死 忘了吗 离开的时候 豆豆回过头说了声 谢谢哥哥姐姐 可都忘了一句 这里哪有什么姐姐啊 让旁边的小亚再次陷入疑惑 他赶紧质问东青 这什么情况 豆豆到底是人是鬼 可东青却一副淡定的模样 他让小亚把电脑里的新闻看完 原来七天前豆豆就要被车撞到时 一个女大学生上前救了他 自己却倒打在车轮下 这个涉及救人的大学生 就是王小亚 所以今天并不是豆豆的头七 而是王小亚的 至此 他终于想起之前的一切 刚刚在东大街遇到豆豆时 他正和妈妈在烧纸钱 想到这里 小亚翻开自己的一斗 里面天真的全是冥币 此时的东青 则开始想象着 面前的小亚变成女狗后的各种模样 他准备好了逃命 可事实就价价相反 豆知身份的小亚表现得很坦然 没有一丝丝的优越 称称今天虽然是自己的头七 却不想回家 不想看到那个眼里只有工作的王妈 自己是孤独的 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留恋 就在小亚诉说中场的时候 一个高冷的男子竟直走进来 当然他看不到小亚的存在 男子自称是东青的同事赵丽 只见他看了电脑上的新闻 摆出一副高深的模样说 那个救人的小姑娘没有死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只是成了植物人 大脑失去了意识 也有可能是灵魂没有找到躯体 要是天亮之前 他的灵魂还没有归位 那只能死去了 听到这些话 被小亚的精力赶出颇深的东青 一把抓住他就往医院跑 路上他还开刀小亚 我能体会你说的孤独 但活下来才能去追求幸福 来到医院后 他们又得知 老妈已经在病床前守了七天 无时无刻都在盼望女儿醒来 这时小亚才明白 自己不是没有人爱的孩子 自己是幸福的 他没有犹豫 选择回到了身体里 接着东青如是重负的回到病历店 可奇怪的是 赵丽好像知道刚才医院发生的一切 他告诉东青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的那双阴阳眼还是我给你的呢 这句话让东青彻底懵逼 这人什么来路 他赶紧看向店里的值班表 照片上的赵丽竟然不见了踪影 你说什么手 GDP 你说什么 头三个把 鬆